那个时候大伙就都说了 是周星驰啊 完了 江郎财经 你说这拍的玩啥玩意这是 但是 世事难料啊 几年以后 奇迹出现了 最先是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那《大话西游》啊 这个电影风格 也被带上了一个 后现代主义的这种称号 好像个狗啊 曾经的一个年度烂片 现在一跃成为香港电影的经典 那么咱说周星驰的电影 它到底好在哪呢 它咋就这么着笑呢 刚才在这儿简单归纳了几点 大伙看啊 对不对 首先第一个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周星驰啊 这个无厘头搞笑 可以说在他之前 没有这种成型的 所谓的无厘头搞笑 这是他创作出的 独特的风格 我逞碎了 只剧几销 你救命啊 你她干嘛 兄呀 救命啊 救命啊 日ustered 这是谁啊 样子有功衰 你看着好像毫无逻辑 说白了 他这搞笑好像天上一角 地上一角 可是你如果仔细研究周星驰的表演 你就会发现 他所有的搞笑都不是为了搞笑而搞笑 都是为了围绕着剧情 水到渠成的逗你一乐 甚至有的是把这个想象发挥到极致